烧医院害死13名 哀莫男起诉未求刑 台南市鼠立新盈医院北门分院 今年10月23号凌晨发生大火 造成院内13名老人被农烟呛死 55人受伤的惨剧 检方昨天一杀人罪起诉纵火的男子林基雄 但没向法官求刑 他因患有末期直肠癌、膀胱癌等疾病 被家人送到鼠立新盈医院 北门分院附设护理之家 事发当天 他多次拉肚子心情不好 就到妇产科护理站 用打火机点燃卫生纸 丢到护理站柜台下方 接着又脱掉上衣点燃 丢到堆放杂物的产房里 引燃棉被等杂物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只有3名医护人员职业 为达规定人数 无法快速疏散病患 导致死伤惨重 前犯纵火后 逃到医院后方废弃空屋躲藏 直到下午才被发现 律师表示依实务 嫌犯的犯刑应会判处死刑 但检方因灵机雄癌症病情严重 已是风中残竹 恐无法完成司法审判 所以没具体求刑 而护理之家负责人等3人 则被依业务过失致死罪罚办 事后北门分院除一楼人开放门诊外 附建科精神科和附设的护理之家 都已暂停营业 赔偿问题到昨天还没结果 业者有意规定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保额2亿元 但卡在保险公司不愿理赔 所以赔偿金额还无法确定 父母在大火中受伤的鳄鱼大王邱锡和说 至今仍然不知道理赔金额 和确切协商时间 让他感觉业者态度不是很积极 东新闻台南报导 卢队大王邱锡和联币 产生座空中 写大王邱锡和白王邱锡 killed 三马鲡重 从大城下